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晶片制造技术,如今的竞争愈发激烈。 台积电与英特尔这两大巨头在2奈米到1奈米制程领域竞相推出更先进的制程工艺,力图抢占市场先机。 在技术方面,台积电与其先进的制程工艺闻名于世。 从7奈米到3奈米,台积电始终保持领先地位,不断刷新半导体工艺的极限。 而英特尔虽然此前一度在制程技术上领先,但在10奈米工艺节点上遭遇了多次延期,之后多年的工艺制程一直相对落后。 在此背景下,不少人认为,迎战台积电是英特尔的激进之举。 那么,英特尔为什么敢于迎战台积电呢? 在PC时代,英特尔毫无疑问是行业霸主,作用个人电脑和伺服器的CPU市场。 英特尔的商业模式是把晶片设计和制造牢牢捆绑在一起,设计部门不断研发迭代,设计出更新,更快的CPU。 制造部门则投入巨额资金,生产出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英特尔处理器仅扣摩尔定律,从45奈米到32奈米再到22奈米,一路都是水到渠成。 在14奈米,工艺节点之前,英特尔一直保持领先。 台积电与英特尔的IDM模式不同,其商业定位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只做下游的制造,不和客户在晶片设计上竞争。 在台积电创办的20余年里,一度都是以英特尔小弟的角色存在。 凭借持续的创新和技术积累,台积电吸引了苹果的注意。 从2014年开始,自研晶片的苹果开始将晶片代工订单交给台积电,收获了苹果这个大客户后,台积电不但获得了技术快速进步的机会,还收获了今后十年的业务增长。 此后,台积电的订单分支踏来,高通、辉达、AMD等几乎所有晶片设计巨头都开始和台积电合作。 台积电也逐渐有了与英特尔分停抗理的实力。 直至10奈米,英特尔受到良率问题的限制。 其实奈米,节点没有选择DUV,选择继续使用BRFDUV,并且没有按照摩尔定律电晶体密度提高两倍,而是冒险地提高了2.7倍。 以及在10奈米,时英特尔引入了昂贵材料股替代酮,股的硬度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这个阶段,英特尔两年一次的升级规律被按下暂停键,台积电开始反超英特尔。 此后从7奈米到3奈米,参赛者从三家变成台积电和三星两家,甚至于在台积电先进制程的诱惑下,英特尔开始将晶片制造外包给台积电。 在台积电与三星之后的比拼中,台积电以良率优势斩获了更多的先进制程订单。 三星也把提升良率列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3奈米。 就在台积电与三星围绕300米,先进制程基站正撼之际,沉寂已久的巨头英特尔悄然卷入这场战局,并在下一代的制程工艺中向台积电发迹挑战。 不少人认为,英特尔此举过于激进,毕竟在先进制程领域它已落后多年。 不过,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却表示,英特尔将在未来几年击败台积电。 在业内人士看来,基辛格下此决心原因,是其对两家公司当前的差距,有着深入分析和更为清楚认知。 这让他能够更好地评估英特尔和台积电的优劣势。 外界宣言,台积电当前的工艺制程已发展至300米。 相比之下,英特尔目前还停留在Intel 4,7元7奈米制程阶段。 实则先有人知道,如今工艺制程的命名,本身就是一场游戏。 在1990年之前,炸机长度的减小,几乎完全线性。 每代电晶体的长和宽都是上一代的0.7倍,长度0.7乘以宽度0.7等于0.49,也就是单个电晶体的面积缩小到原来的0.5倍。 印证摩尔定律电晶体密度翻倍的描述。 比如,180奈米大于130奈米,大于90奈米,大于65奈米,大于45奈米,大于32奈米,大于22奈米。 其中,X指的就是晶片闸级的长度,也就是MOS电晶体的原级到陆级的距离。 随着先进制程的数字越小,对应的电晶体密度越大,晶片功耗也就越低。 效能则越高。 在之后的技术演进中,制程节点减小速度加快,大约为0.72倍,并且不再完全线性。 厂效应电晶体也逐渐脱离原本固定的结构。 比如,FINFET的空间结构电晶体出现,勾道变成了三维环绕。 勾道长度逐渐不能代表工艺的最高景度。 7奈米,5奈米,3奈米,也不再是勾道长度的代表,它作为一个等效长度,只是一个数字。 此后,台积电和三星两大晶片制造商的制程命名规则也在悄然之中发生变化。 英特尔在10奈米,制程的炸机间距是台积电和三星在7奈米才能达到的技术水平。 即使是在逻辑电晶体密度的对比中,英特尔也占据着相当的优势。 10奈米,10英特尔的逻辑电晶体密度大约每平方毫米1.01一个,台积电只有每平方毫米0.48一个。 值得注意的是,各家在各项指标的计算方式上也存在一些不同。 正如台积电的研究副总裁的Philop Wang在Hotchips31上所说,现在X奈米代表的只是技术的迭代,就像汽车型号一样,不具有明确的意义。 这也是后来英特尔晶片新工艺命名新规,采用Intel 7,Intel 4,Intel 3,Intel 20A,Intel 18A等规则来重新定义晶片制成工艺的原因。 晶片的工艺先进性也不能只通过多少奈米制成来判断。 毋庸置疑的是,台积电在先进制成的步伐确实要更快且更稳。 多年来台积电积累的丰厚订单,无疑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资源,不断推动其在技术研发和良品率提升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因此,想要挑战台积电也绝非易事。 台积电,除了当前3奈米制成接单畅旺,法人预期,白色人工智慧AI,高效能运算HPC等需求驱动,明年逐步导入量产的2奈米不仅获大客户苹果,挥达委托生产,后续更吸引博通、高通、联发科等客户采用。 成为台积电全力扩大宝山,高雄厂2奈米产能主要关键。 台积电在1月中打说会中,对外释出今年美元营收渴望成长于两成的好消息后,更直指2奈米先进制成产能需求,渴望更胜3奈米,代表台积电未来两年营收有机会迎来强劲成长动能。 在这场先进制成的对决中,有人更为信任台积电,但也有不少人更加看好英传。 当然,其中关键在于台积电已提前获得客户大量订单需求。 业界人士指出,台积电除了手握苹果、挥打订单之外,高通、研发科及博通等客户也渴望陆续导入台积电2奈米制成,生产自家晶片,且受惠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等需求激励。 届时,委托台积电生产下单的数量明显高于现有3奈米制成。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